你好,人类小姐,欢迎来到兔子公寓 以下是兔子公寓规则,怪谈生存规则,请您仔细阅读 规则一,兔子公寓只有一位兔子小姐 规则二,兔子小姐并未完全进化,只会说管家二字,请不要担心 规则三,兔子小姐总是喜欢待在房间,请不要打扰她,否则她会尖叫暴怒 规则四,兔子小姐在晚上觅食,如果不小心遇到兔子小姐,请假装梦游 否则你会成为兔子小姐的食物 规则五,管家可以完全信任 规则六,用兔子小姐房间里的斧头杀掉兔子小姐就可以回家 规则七,古堡里有更多线索,请您积极寻找,希望您可以早日回家 听完之后,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不是,老天爷,这谁给我干哪来了 隐隐温馨提示,本文已完结,请放心观看 下面正文开始,兔子公寓 好像随手剪的那张小卡片上,确实写着兔子公寓四个字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的墙上挂着中世纪西方绘画 每幅画前都有一个比画低的雕塑,每个雕塑各不相同 看起来庄严美丽,最左边有一阶楼梯,比正常的楼梯短,但是宽了很多 华丽的大吊灯照出来黄色的灯光,显得整个古堡更加金碧辉煌 打亮着眼前这个脸上挂着礼貌微笑的西装革履的男人 谨慎地问他,你是谁,这里哪儿 他转过头,面上依然是礼貌又疏远的微笑 你好,人类小姐,这里是兔子公寓,我是这里的管家 我紧着他的话继续问他,那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类吗 是的,这里确实只有您一个人类小姐 人类小姐,天快黑了,该休息了,请随我来 我还想问他关于这个兔子公寓的事,他却突然出口打断了我 说吧,便转身要带我去了二楼 二楼很大,一眼望去,却只能看到两个房间 楼梯的最左边和楼梯的最右边 人类小姐,最西边那间是兔子小姐的房间 您的房间在这边,他给我指了指最西边的房间 又给我指了指相反方向 然后他带我来到了我的门口,并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人类小姐,您房间里的东西准备得很齐全 如果还需要什么,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住在一楼,或者直接喊我也是可以的 我轻轻点了点头 人类小姐,明天起床之后请来一楼 我带您去吃早饭,祝您在这里玩得愉快 他说吧,便下楼了 我推开了房门,看到房间全冒的一瞬间时 却不禁让我发出了感叹,好大,好美 整个房间弥漫着中世纪贵族的气息 天花板上是雕刻的话 最中间挂着一盏与一楼别无二致的吊灯 床头背后靠着的墙是用真皮制作的 整个床身也是用上好的红木 床前有个小沙发,跟床像齐 沙发的不远处是一台电视机 我躺在床上感受了一下 发出了今天第二声探位像躺在云上一样 好舒服 我坐起来,看到床的旁边和电视的旁边各有一个大门 我先走到靠近床的大门,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我才发现里边居然是浴室 我进去发现里边还有几个小门 分别是洗澡间,厕所,还有存放浴巾,浴袍的屋子 连个浴室都这么好 不知道电视旁边的那个门里又傻 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推开对面电视机旁的大门 竟然是超大的衣帽间 里边的衣服首饰琳琅满目 我东看看,西摸摸,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 参观完整个房间,我躺倒床上 这兔子小姐是真有钱 这古堡看着有年代感,东西还真挺齐全 如我家是这样,还有多好啊 刚闪过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刺眼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迷迷糊糊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早上九点了 解锁手机后,想发信息却发现没有一点信号 信息根本发不出去 我把手机关了,在床上伸了的懒腰 准备下楼吃完饭 伸懒腰时,手好像碰到了像纸一样质感的东西 我朝那一看,床头还真塞了一张纸 我把纸抽出来打开,上面写了一句话 如果您不小心触犯了规则一 请立刻跑到兔子小姐的房间 并对兔子小姐说我来陪你玩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让兔子小姐发现 您去她房间的真正目的 我把纸翻了个面 上面写着补充规则 一看完我把纸放进口袋里 没想到一醒来,就发现了新线索 这是好兆头 我随便洗了洗,就出了房门 当下一楼就发现 管家在一楼楼梯口等我 人类小姐,请随我来吃早餐 我跟着管家去了餐桌 没想到餐桌上已经有个长着兔子耳朵的女孩在吃饭了 她听到动静抬起头来 我看到她的模样倒吸了口凉气 她脸上有一层薄薄的白色绒毛 下半张脸是完全的兔子模样 只有眼睛和上半张脸 进化成了人的样子 她吃饭的时候不用餐具 而是直接用手抓着吃 她的手能看出来是人手的形状 但手背上依旧有白色绒毛 你好啊,你是新来的客人吗 快过来一起吃饭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求助地看向管家 可管家只看了我一眼 便转身进了厨房 而这个兔子小姐一直在等我答复 我只好硬着头皮点头 刚准备往餐桌走 那位兔子小姐原本清澈的黑色眼睛 瞬间变得通红 原本看上去观顺的兔牙 也变得尖利起来 面目猙獰的向我扑来 我吓得腿都软了 但我的求生欲让我撒腿就往回跑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天啊 我不会运气这么差 碰到假的兔子小姐了吧 早上刚发现新线索 下楼吃饭就碰到了 我好倒霉 兔子小姐紧追不舍 我换不择路跑到二楼 算了 就去敲兔子小姐的门吧 应该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吧 我跑到兔子小姐的房门前 敲了两下门 后边一直追着我的兔子小姐 突然停下了 顿了一下 转身下楼去了 我刚松了口气 但我眼前的门也开了 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面前的人 跟刚刚一直追着我的兔子小姐 长得一模一样 我看着真正的兔子小姐 手心里都是汗 用颤抖的声音磕磕绊绊的说 我 我来陪 陪你玩 兔子小姐侧着身子 让我进去了 我劫后余生的拍了拍胸脯 还好我没忘 早上纸条上的内容 不然我就死定了 不过看上去很温馨 很有少女心 管家 我转头看她 我突然想起来 昨天管家给我说的兔子小姐 只会说管家二字 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居然忘了 那个果然是假的 啊 啊 对 我是来陪你玩的 兔子小姐开心的拍手蹦了起来 她给我指了指 衣帽间的方向 或许 她是想跟我一起玩桌迷藏吗 我对她比了一个十的手势 兔子小姐点了点头 然后背对着我 看来是猜对了 我赶紧跑到衣帽间 我躲到最里面的柜子里 大口喘气 看来不守规则真的会死 昨天管家说的规则 还有什么来着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好像有一条是兔子小姐 会在晚上觅食 哎呀 我痛心的捶自己的大腿 怪不得刚刚管家那么奇怪 原来她早看出来了 好像还有一条 是用兔子小姐房间里的斧头 杀掉她 就可以出去了 巴搭 完了 兔子小姐来了 刚这样想完 兔子小姐就把柜门打开了 我瞪大眼睛 头上和身上全是冷汗 我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看着兔子小姐 没想到兔子小姐 只是拉了拉我的衣角 示意我出来 往处走的时候 手被柜门划了一下 我条件反射往柜门那里看 没想到 发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 柜门那么窄的缝隙里 居然藏了纸条 但是我不敢惊动兔子小姐 便先出来了 出了柜门 我对兔子小姐笑了一下 她给我指了指门外 我点了点头 兔子小姐 这是要请我出去的意思 那个 兔子小姐 我有东西掉到柜子里了 能让我找一找吗 兔子小姐看了我一会儿 估计是想看出我说话的真假 我都被她看毛了 才点了点头 兔子小姐就在我身后站着 如果我贸然去拔出纸条 她肯定会怀疑的 所以我只能装模作样的 在柜子里翻找 脑子里却在想 怎么拿纸条 她看我半天没出来 用手戳了戳我的腰 我被吓了一击铃 我扭头看她 她指了指里面 我摇头 还没找到 兔子小姐可以在外面等我一下吗 我不会乱动东西的 她坚定的摇了摇头 定定的看着我 似乎已经识破了我的谎言 我脑子飞快运转 希望自己可以想出完美的办法 可惜失败了 我只能先跟兔子小姐出去 下次再找机会拿了 好吧 那我不找了 我们先出去吧 兔子小姐点了点头 先转身带路 我看到机会来了 便急忙转身 想把纸条抽出来 但是没想到 这纸条被塞得太结实了 我咬着牙 两个手一起使劲才抽出来 可没想到用力过猛 一下子坐到地上 兔子小姐听到声音转过头来 准备折返回来 我赶紧大声说 我没事 刚刚不小心滑倒了而已 我马上过来 说着 把纸条悄悄地放进口袋 撑着地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然后跑到兔子小姐身边 兔子小姐 我们走吧 兔子小姐没说话 她把我送到她的房间外 便转身关门 真无情 陪你玩玩就扔 不过还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拿到纸条了 我松了口气 我没多想 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走 走到一半 管家不知道从哪冒出来拦住我 人类小姐 您还未想用早餐 请随我下楼吃早饭 我看到她就来气 刚刚饭桌上没帮我 现在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但是想了想 她还挺诡异的 也没敢乱说话 于是委婉地拒绝她 不用了 其实我不饿 吃午饭的时候再叫我吧 她点了点头 转身下楼了 我偷偷翻了个白眼 便快步走回房间 回到房间把门上锁后 坐在床上松了口气 终于回来了 我迫不及待地掏出小纸条 带来一看 上面写着 如果洗澡时流出来的水是红色的 请您不要害怕 您只需立即穿好衣服 躺回床上睡觉 第二天会恢复正常 补充规则五 看完纸条上的内容 我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这才一上午就这么惊险 不敢想象等我回家 会变成怎样的疯子 还好昨天上了一天课 太快没洗澡 不然夜好觉都睡不成了 我盯着天花板发呆 想起来刚刚的兔子小姐 那个兔子小姐 虽然长得是有点可怕 但是刚刚那种种行为 更像是小孩子 难道兔子小姐 只有真正进化成人之后 心智才会成熟吗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被敲门声打断了思绪 人类小姐 紧离下楼想用晚餐 不是 要吃也是吃午饭吧 我刚躺了一会儿 就要吃晚饭了 脑中刚生起这个念头 身体突然有种 很强烈的恶法感 怎么突然这么恶 像是几天没吃东西一样 我把门打开 跟着管家下楼吃饭 好在这次 没有什么别的兔子小姐了 我稍微放下心来 但还是很警惕 随便吃了两口 不饿了就想上楼休息 路过管家时 我问她 为什么这里的时间 跟外边不一样 她只是笑了笑 人类小姐 兔子小姐也会饿 您习惯了就好了 这个管家总是很奇怪 不过我也习惯了 点了点头 便往房间的方向走 人类小姐 等您知道这里的一切秘密后 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背对着她 点了点头 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 这个年代也有废话文学 回到房间后 我一下躺到床上 我现在很困 但是身上好难受 好想洗个舒服的热水澡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思想占据了我整个大脑 我几乎是不受控制的走向浴室 走到一半走到一半 又强迫自己往床上走 这样来来回回了好多次 最后很大脑做抗争 实在太累了 万一今天不会流出红色的液体呢 万一我没那么倒霉呢 我抱着脚心心里去了洗澡间 当我颤抖着手 打开热水器时 松了口气 水是正常的 我就说我是幸运的 月年糊啊 我睁开一只眼看了看 我个老天奶 世界上最痛心的是出现了 洗澡洗到一半水变成血了 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随便擦了擦 便赶紧穿上衣服上床 刚刚还困得不行 现在却睡不着了 我瞪大眼睛 看着天花板又开始胡思乱想 这血是从哪来的 这里怎么一会儿白天一会儿晚上的 我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 14点23分 果然我的感觉没错 应该是这里有问题 这下想出去 难度更大了 想着想着迷迷邓邓睡了过去 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人类小姐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早上叫您吃早餐 我睁开眼 烦躁地回了去 知道了 敲门声戛然而止 人类小姐 要快一点哦 否则饭要凉了 接着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起床后 第一件事去看水 是否恢复了正常 去洗澡间一看 果然是正常的 我赶紧去冲了一下身子 这才舒服了许多 下楼之前 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14点23分 哎 这里果然不对劲 我面色如常下了楼 这饭 嗯 怎么回事 这饭怎么越吃越困了 我不是刚醒吗 我强称着问管家 为什么我这么困 因为您吃完饭 就该睡觉了 我不是刚醒吗 这不是早饭吗 还睡啥 管家只是对我笑了一下 并没有想回答 我问题的打算 我换了个方式问他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了 人类小姐 那我吃早饭的时候是几点 是早上七点 人类小姐 我吃早饭吃了一天 您今天总是想吃东西 所以您应该是产生了错觉 这里有表吗 没有 人类小姐 想知道时间可以询问我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人类小姐 这不是你该管的问题 那我先回房间了 我没有再追究 我起来后转身上楼 不知道为什么 身后总有一种 头皮发麻的恐怖感 我转头看了一下 发现管家的嘴角 挂着一丝诡异的笑 但过了一两秒后 那种感觉又消失了 仿佛刚刚看到的是错觉一样 我加快了上楼的步伐 赶紧回了房间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可是我不敢睡觉 这里的磁场 好像跟正常的磁场不一样 之前在家的时候 我妈老说我睡得比猪还厉害 这次我真快成猪了 一说到我妈 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现在我好想家 好想吃妈妈 给我做饭 好想听爸爸劳损我的那些话 好想回家 突然 我听到一阵咀嚼声 那个声音很小 但我还是很轻易听到了 我站起来寻找声音来源 一直寻到门口 门口的声音很大 好像就是在我门外吃东西一样 我身体一软 坐到地上 捂着嘴不敢发出声音 我知道门外的人 就是兔子小姐 我突然想起来 管家说兔子小姐也会饿 所以这里的晚上 是由兔子小姐 是否饥饿而变化的 咀嚼声越来越远 我松了口气 刚想站起来 眼睛瞄到门框边边有个纸条 我赶紧抽出来看 是什么新线索 在管家告诉您的规则中 有几条是错误的 请您仔细判断 补充规则四 看完纸条上的内容 我觉得我的嘴都在颤抖 小纸条上写的 和管家说的规则有冲突 我应该相信哪一个 手里攥着纸条 双腿颤抖着上床 我突然感觉到 一种从未有过灵魂深处的恐惧 我把胳膊放在眼皮上 眼泪浸湿了整个枕头 一夜无眠 人类小姐该吃早餐了 我认命地从床上坐起来 打开门 人类小姐 昨晚睡得好吗 挺好的 我面无表情回答她 请您下楼吃饭吧 管家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嫌她一步下楼了 刚下楼就看到了 许久未见的兔子小姐 她的嘴边有食物残渣 可我并没有搭理她 她拉了拉我的衣角 好像这就是真正的兔子小姐 她上次也这样 我转头看着她 微微笑了一下 她说了句管家 我默默地说了口气 但突然她原本乖顺的兔牙 变成了疗牙 我转头发现 管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过我好像听到有脚步声 转身就看到 管家像在梦游的样子 我才后知后 原来这是晚上了 我跟着管家一起做出梦游的姿势 然后趁机回到房间 回到房间后 我靠着门大口喘气 全身都是喊 要不是那个奇怪的管家 我真的会成为兔子小姐的食物 看来无论什么时候出去 都会有性命之忧 既然怎样都会死 那我不如豁出去试试 反正不能坐以待毙了 不然永远也出不去 人类小姐该吃早餐了 这次兔子小姐吃得还挺快的 我走到床 便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14点23分 看来时间对于我彻底没有意义了 接下来就要靠我自己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没真正的去使用过衣帽间 去一趟吧 管家 我今天想多睡一会儿 先不吃早餐了 人类小姐 您必须吃早餐 那我去换身衣服 晚点过去 好的 人类小姐 管家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我赶忙跑进衣帽间 我记得 上次就是在兔子小姐的衣帽间 发现的线索 那这个衣帽间会不会也有呢 我打开每一个柜子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但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纸条 算了 时间紧迫 而这里也没有纸条 反正来都来了 那我就先换个衣服吧 我挑了一身很有时尚感的衣服 我闻了一下 衣服没有味道 才放心的穿上 穿戴完毕后 我习惯性的摸了一下口袋 这么小概率的事都被我碰到了 我摸到了纸条 古堡内的时间 是根据兔子小姐是否饥饿而变化的 兔子小姐饥饿时 古堡内是晚上当兔子小姐吃饱后 古堡就会变成白天 补充规则二我有点沮丧 还以为会是什么新的线索 不过 这也恰好验证了我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 我没多想 急急忙忙的出房门 房门外一片寂静 有突然有点心慌 我不敢确定 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便大声喊 管家 管家你在吗 我听到了快速走路的脚步声 管家很快上二楼 看到管家上来我松口气 至少现在不是晚上 人类小姐 您叫我 管家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下午 人类小姐 我点了点头 好的 你先回去吧 没什么事了 管家转身便下了楼 我听到管家说的时间 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古宝那个时间本来就很混乱 我觉得兔子小姐那里 一定有更多的突破口 我现在要赶紧去兔子小姐那里一趟 我跑过去 敲响了兔子小姐的房门 边敲边喊 兔子小姐 兔子小姐 快开门 不出意外的门内 传来了尖叫暴怒的声音 没有多久她开了门 刚打开门 我还没反应过来 兔子小姐就直接扑过来 咬住了我的肩膀 我被惊醒 猛地睁开眼睛 小宝 你终于醒了 知不知道你前两天 直接在咱家门口晕倒了 可给我们吓坏了 我艰难的扭头 看到我妈握着我的手在哭 我又看了眼四周 手上挂着掉瓶 我这是在医院吗 对呀 你突然晕倒 怎么也叫不行 我们就赶紧打了120 我妈拿了苹果给我削皮 继续倒 到了医院 医生说你只是过度劳累 这我的心才放下来 我妈说着 放下削了一半的苹果 又握紧我的手 小宝 以后千万要好好休息 我知道你学业繁忙 但也要注意身体呀 可不要再吓我和你爸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好 我会注意身体的妈妈 这次吓到你们了 诶 我爸呢 你爸买饭去了 等一下你爸就回来了呀 话音还没落下 我爸就提了个饭进来了 老婆 小宝醒了吗 爸 我爸看我醒了 便把饭放在床头桌子上 赶紧走过来看我 小宝 你没事吧 你可把爸妈吓坏了 刚好买饭回来 赶紧先吃个饭 我对我爸点了点头 我没事 这不是醒了吗 我吃完饭就收拾东西 准备出院 终于到家了 这次不用再担心 会进入古堡了 我到现在 才对回到现实世界 有了一些实感 我喊爸妈过来坐到沙发上 爸 妈 我在昏迷的时这段时间 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我妈摸了摸我的头 我们小宝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啊 给我们说说看 我看了看爸妈 开始讲述我的梦 我梦到我进入了一个古堡里 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管家 和一个像人又像兔子的怪物 那个奇怪的管家 给我说了好多 在古堡里生存的规则 我在梦里真的很无助 那个古堡好可怕 那个怪物会吃人 而且更奇怪的是 不管什么时候看 我的手机时间 都是14点23分 说着 我看了眼墙上挂着的表 接着瞪大了眼睛 因为钟表上显示的时间 是14点23分 爸妈问我怎么了 怎么脸色那么白 我没有回话 我拿出了手机 打开钟表里的时钟 表盘里的指针 转了一圈又一圈 时间依旧是14点23分 我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假的 回家是假的 爸妈也是假的 我抬起胳膊 用力咬胳膊上的肉 面前熟悉温馨的家 慢慢消失了 我最爱的爸妈也消失了 仿佛刚刚的一切 才只是一场梦 面前又变成了 熟悉的古堡模样 兔子小姐依旧 趴在我的肩头 撕咬我的肉 我拼尽全力 奋力推开它 不敢犹豫 踉枪地站起来 往房间那边跑 可兔子小姐 怎么能让到嘴的食物飞走呢 她紧紧追着我 但我房间确实太远了 我又被兔子小姐追上了 她扑到我獠牙 想咬住我的脖子 我拼命阻拦她 在她即将咬上 我脖子的前一刻 我拿胳膊挡在了 我的脖子前 她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 我痛到失声尖叫 我的冷汗被疼的冒了出来 汗水和衣服黏在了一起 看来这个夜晚注定很长 我用另一只手 使劲推她 使劲挠她的脸 她纹丝不动 使劲咬着我的胳膊不放 我感觉我的胳膊要断了 我的脑袋开始不清醒了 嘴里也在胡言乱语 我来找你玩 我不想死 我还没回家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突然伸出手使劲 往后扯兔子小姐的耳朵 直到她的耳朵开始流血才松手 她捂着耳朵大声尖叫 用仇恨的目光看向我 再次向我扑来 她松开了对我的前置 我一刻都不敢停歇 抱着被咬的胳膊爬起来 我突然想起来 刚来这里的那晚 管家说用兔子小姐房间里的斧头 杀了兔子小姐 我就可以出去 于是我又返回 往兔子小姐的房间跑 兔子小姐抱着自己的耳朵 依然紧追不舍 只要我跑得够快 就能够反客为主 把兔子小姐锁到门外 这么一想我跑得更快了 我终于跑到了她房前 什么都没想 直接进门 然后快速反锁 我靠着门坐在地上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门外兔子小姐在框框砸门 我没休息了太久 便开始寻找管家说的斧头 我在翻兔子小姐枕头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纸条 请您相信自己的直觉 务必活着找到古堡的 所有秘密与真相 补充规则三 其他的东西 现在兔子小姐还在门外 我该怎么办 突然我听到门的响声 有点不对劲 门好像马上就要破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的汗水滴进了眼睛里 与泪水混杂着流了下来 我恐怕今天要交代在这了 可我突然间感释然了 万一死后 就能回到现实世界呢 我一直是很幸运的那个 自从到这后 还没看过电视呢 我坐到兔子小姐房间的沙发上 打开电视 一阵白花过后 出现了一行字符头 客人 管家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也是线索吧 我瞪大了眼睛 我就说我是幸运的 这几个字 让我的心中又激起了希望 也就是说 我还有出去的机会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怎么能安全地 出了兔子小姐的房门 我在她房间 找了几件衬手的工具 挡在身前 反正兔子小姐的房门 也快被她砸坏了 赌一把吧 不然只能等死 我站在门口 做了几次深呼吸 最后还是开了门 果然在我开门那一瞬间 就被兔子小姐扑倒 还好提前拿了武器挡到身前 所以她并没有伤害到我 我用我身前的工具 把她抵开 她亮枪了一下 又朝我扑来 而我把她抵开之后 马上起身向我的房间跑 她生气地尖叫了一声 继续追我 还好我跑得快 跑到我的房间门口 立刻开门 反锁 一气呵成 兔子小姐没追上我 愤怒地尖叫着拍打房门 而我摊坐在地上 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我看了一下 被兔子小姐撕咬后的胳膊 好恐怖 我以为 我一辈子都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伤口身可见骨 有的肉都没了 全部都是兔子小姐的持痕 甚至有的地方 还有兔子小姐的牙留下的洞 哦 我跑到厕所吐了一顿 可是我的胳膊 就是变成了这副血肉模糊的样子 好痛 我短暂地发了几秒钟的呆 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家 我想起来 兔子小姐房间电视里的那句话 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斧子 可我找了一圈 都一无所获 我脑中突然有一个很离谱的想法 会不会在床垫下面呢 说干就干 我把我的床垫扳开 下面果然躺了一把斧子 那把斧子的木柄是金色的 上面镶嵌了几颗蓝色宝石 斧面比一般的斧头大 看上去美丽极了 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用一只手去拿斧头 但是没想到 斧头居然那么沉 一只手根本拿不起来 我用两只手同时去拿才拿起来 我把房门打开 可兔子小姐看到斧头的那一刻 毛里充满了恐惧 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 这斧头到底有什么威力 能让这古堡的主人这么害怕 我后退挤不进了房间把门关上 既然兔子小姐那边的电视里有线索 那我这边的电视呢 我打开电视 一阵雪花过后只出现了两个字 管家这个电视 难道跟我的动作是实时的 我做完一件事后 它就消失了对应的词 还是我这边的电视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无从考证 也无从得知 是到如今 就按照电视上的线索来吧 我坐床上发了会呆 又听到门外传来取绝声 我知道天快亮了 果然 没一会儿管家来敲门 人类小姐该吃早餐了 我直接过去打开门看着管家 管家我要去你的房间 当然可以 不过你得要先吃饭 这是我们这里的礼仪 什么鬼礼仪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先下楼去吃饭了 我狼通虎咽的吃完早餐 转头问管家 现在我可以去你房间了吗 管家点头 当然可以 但是你的胳膊要紧吗 我点了点头 那就请人类小姐到我的房间做客 顺便我给你上药 请跟我来 管家的房间 在一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虽然规则里说我可以随时找他 但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他什么 他把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门口 在我感叹 管家好可怜 只能住在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时 他打开了门 我的下巴都快惊掉了 他的房间在门口根本望不到头 我探了个头才发现 他房间的面积 跟一楼其他地方面积是一样大 也就是说 一楼的一半都是他的房间 这么看下来 仿佛他才是主人 兔子小姐才是客人 人类小姐 别站在门口了 进来随便坐 管家用公式化的笑对我说 我看向他 僵硬的笑了一下 呆呆的点头 然后进去找了个沙发坐下了 人类小姐 我去拿药箱 请您稍等 说吧 转身去拿医药箱 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他的房间 我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客厅 周围有几个小门 应该才是里面的卧室 这比我家还大 难道是我对管家有什么误解吗 管家应该住这么大的屋子吗 比主人的屋子还大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人类小姐 久等了 管家提了个医药箱过来 他坐在我对面 人类小姐 请把胳膊拿过来 我给你上药 我把受伤的胳膊递过去 不得不说他 这里的药间消非常快 涂到伤口的地方 没会儿伤口就痊愈了 跟没有受过伤一样 胳膊涂完之后 我给我的肩膀也涂上药了 伤口弄好后 我们开始了正式的谈话 管家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屋子 不怕呀 不怕 而且这是兔子小姐 给我分配的房间 我虽然心中还有疑惑 这您就不用管了 无可奉告 我点了点头 他的意思是菜的来历不明 怪不得他要求我必须吃早餐 那兔子小姐每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呢 抱歉 人类小姐 我也不知道 一共有多少客人来过这里 不知道 那我就明白了 之前是有过好多客人 但是应该都没逃出去 而这里每天早上的饭 基本上都是肉 还有兔子小姐每天晚上吃的东西 怪不得这里叫兔子公寓 原来就是吸引这些人的 这管家太圆滑了 我可以去你的小房间里面逛一逛吗 不可以 人类小姐 看这管家态度这么强硬 只能先回去再另想办法了 那行吧 你送我回去吧 好的 人类小姐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率先去开门 却没想到刚开门 就看到兔子小姐站在门口 这么快就天黑了吗 他看到我就要向我扑来 我反身躲开他 令我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坚持追我 而是转头追管家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对管家好像比对我更残忍 他使劲撕咬着管家的胸口 他的胸前血肉模糊 他可是古堡里的管家 应该不会死吧 但我还是跑到桌边拿起桌上的药箱 砸向兔子小姐 他停下撕咬管家的动作 猛地抬头看我 然后愤怒地跑向我 不过他刚跑没两步 就被全身是血的管家拖住了 人类小姐 我先拖住他 你快跑 那你怎么办 没事的 我在古堡当了这么长时间的管家 我有我自己的应对方法 你快跑 我在几番挣扎之下 还是选择躲起来 我知道我不能辜负管家舍身救我 我没有跑向门外 而是趁机随便跑进了管家的 一间小房间里 这个小房间的隔音好像很好 我关上门后 听不到外边一点声音 我靠着强抹眼泪 看起来不近人情的管家 竟然也会舍身救我 可我之前还怀疑他 这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实在是坏透了 我低沉了一会儿 又强打起精神 用双手拍了拍自己的脸 企图让自己更清醒 现在最重要的是 帮助管家打败兔子小姐 我这才好好观察 自己现在是处于哪里 门对面的墙角有张单人床 旁边是张长桌子 桌子下边有好多抽屉 上面还有展台灯 还有好多书 桌子对面有一张椅子 旁边紧接着是大大的书柜 里边满满当当全是书 这个房间有点奇怪 有生活的痕迹 但我没见过 谁的房间有这么多书 和这么大的书柜 说是卧室却更像书房 说是书房又很像卧室 我强迫自己不要多想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趁手的工具 去帮助管家 我翻遍了整个房间 所有能翻找的地方 却一无所获 最后我几乎是 不抱希望地打开衣柜 我在书与书之间的缝隙中 寻找工具 当我翻到第四层 最后面的时候 有一本书根本搬不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现在情况很紧急 可我非想要一探究竟 非要看看 这盒书里有什么秘密 可我不管向左 向右 向上 向下 往出掰 往里推都不行 我心里有种奇怪的异样感 总觉得这个书很关键 我把手伸到书柜最里边 试着翻开朝里那边的书封 咔哒一声 书柜在慢慢朝里翻转 变成了门 我向门里走去 暗黄色的灯光下 笼罩着还未装修的毛坯墙面 一张破旧的小木桌上 摆放着各种化学试剂 角落的笼子里 散着一地的白色兔毛 兔毛上有很多纤细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走到小木桌旁边 打开小木桌里的抽屉 里边果然有很多文件 我把文件拿出来后 心里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我颤抖着打开了一个文件 文件中的第一张纸上 赫然写着一个女孩子的个人信息 我继续往后翻 看到了一个正常的女孩子 被做成兔子的全过程 只是最后的结果是 兔子死了 我继续拆开 剩下的文件里边的内容 如出一辙 全是正常的小女孩 倒变成兔子死亡的过程 直到我拆到最后一个文件 看到个人信息的那一栏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上面写的居然是我的名字 而最后一张的实验结果 那一栏中写的是成功 且配图中的小女孩 跟我小时候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什么 我自己怎么没有这样的记忆呢 我的生活很频繁 我的家庭很幸福 而且那张配图里的小女孩 只有六七岁的样子吧 我的身体一软 跌坐在地上 脑子里回响着兔子小姐 和我奇怪的共同点 为什么当初兔子小姐 给我指了一下衣帽间 我就知道她想玩捉迷藏呢 只是因为 这是我小时候跟朋友间 玩捉迷藏的暗号吗 为什么我会觉得 与装修风格不符的 兔子小姐的房间温馨呢 仅仅是因为她的房间似的 整体风格是粉色的吗 还是因为我老家的房间 是我最喜欢的粉色呢 一瞬间 好像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 可我并没有与兔子相关的记忆 我的身体也没受什么伤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在害怕无助的时候 找妈妈是人的本能 鬼使神差的拿出手机 把关于我的资料 全部都拍下来 给我妈妈发了过去 奇怪 明明之前在这里一点信号都没有 可这次我居然发出去了 嗡嗡手机震动了两下 妈妈居然还回复我了 小宝 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老是生病 我的身体站立了一下 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 老是生病 家人还带我去看过董行的道士 那位倒是说我的魂魄不全 缺少一魄 所以爱生病是因为先天阳气不足 我的体质更吸引小鬼 小鬼缠身不想生病都难 我看下那一堆资料 拿手机挑几个孩子的资料拍下来 拍完之后 我又打开其他的柜子 里边都是一些 把人做成兔子的各种工具 上面的血迹都还没干 我看着那些东西 莫名的有些害怕 说明上面还残留着我的血 但我还是拿个钳子装到口袋里 我赶紧给这个密室 整体的拍了张照片 这种杀人变态必须死 在出去之前 不知道为什么折回了到了笼子面前 手却不受控制的摸向了笼子旁边的墙上 我摸到了一块松动的砖块 我把砖块抽出来后 发现里面藏了一个木头盒子 我刚准备去拿 结果刚刚进来时的书柜响了 我的身体因为紧张僵住了 人类小姐探索够了吗 有没有想起来点什么 我猛地转头 看到管家笑着站在我身后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小木盒揣进怀里 他像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满身血迹 面目猙獰 缓缓向我逼近 怎么 一点印象都没了吗 我可是很享受你们痛苦惨叫的样子 我被逼到墙角 声音颤抖着问他 你 你把兔子小姐怎么样了 我可没把他怎么样 你别紧张啊 你是第一个查到这里的人 当然 我更倾向于你是因为运气好 他边说边走近我 我找机会用钳子砸向他的头 他痛得抱着头跪在地上 我抓紧时间 趁机跑到书柜前开门 你给我站住 他恼羞成怒 大声吼道 我没理他 打开密室的门往出跑 余光看到 他正在撑着墙站起来 我不敢停歇 跑一口气回我的房间 然后迅速锁门 身体一软泄了力 靠着门坐到地上 现在我全明白了 管家就是个变态 他热衷于抓一些年龄小的女孩子 做兔子实验 很不幸 我就是其中一员 也就是说兔子小姐 就是我丢的那一破 我掏出怀里的盒子 才发现 盒子上贴着好多黄色的符咒 心里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 就在这是门背框 的砸了一下 我知道是管家追上来了 于是赶紧撕掉盒子上面的符咒 可盒子怎么都打不开 我拿起斧子 狠狠砸向盒子 盒子终于开了 盒子里是好多手骨 我知道 这里边有我的义愤 我把盒子藏好 拿起斧头开了门 举起斧头 就要向管家砸去 可他纹丝不动 真有意思 你上辈子就宁死不屈 我没办法才用这柄斧子 让你闭了嘴 而现在 你却要用上辈子你 最怕的东西杀掉我 真是太有意思了 听了他的话 我的胸口起伏严重 你这个杀人凶手 变态 去死吧 说着 就向他的脑袋劈了下去 他反应很快 敏捷地躲开了 我劈了个空 我追到了楼梯口 他跑下楼后 我转身跑到兔子小姐的门口敲门 敲了几下门并没有任何回应 而管家也察觉到了 我在耍他又跑了上来 我没办法 只能用斧头劈开他的门 庆幸的是在管家来之前 就把门破开了 可是门烂了 管家也很容易进来 我进入兔子小姐的房间后 发现兔子小姐的房间 还是像我上次来时一样乱 电视上还闪着雪花 没有任何字 管家眼看着就要进来了 我没办法 只能再次躲进衣帽间 我把衣帽间的门反锁住 这里没有任何能挡门的工具 如果他破门而入 就只能拼死一搏了 我站在门后 做好了随时拼命的准备 却听到有滴滴的哭泣声 循着声音找去 发现是我上次 躲的柜子里发出来的声音 可能是兔子小姐 但是我还是很谨慎的慢慢开门 打开门后果然是兔子小姐 她抬头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身边放着的斧头 身子又往柜子里藏了藏 我会听话的 我会乖乖喝你喂我的药的 不要杀我 妈妈还在家呢 我不想让妈妈一个人 兔子小姐喃喃道 我蹲下身子抱住她 我知道你是很勇敢的小朋友 我是来拯救你的人 我会帮你打倒坏人的 可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愿意配合我吗 她缓缓地转头看向我 眼里透出了胆怯 撇了眼斧子 却还是坚定地点头 我扶她出来 你什么时候可以长出獠牙 我不知道 但是我饿的时候会失去意识 等我清醒后又恢复正常了 那你现在饿吗 她歪头想了想 又摸了摸肚子 好像有点饿了 接着她的獠牙长了出来 我握紧了斧头 以防不时之需 哎 我这次没有失去意识 她抬头看向我 我笑了笑 手也放松了下来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肉 那个坏人就在门外 我打开门后 你就狠狠扑向她 撕咬她 然后我会用斧头砍死她 她死后 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她对我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我们准备就绪后 我猛地打开门 管家果然在门口 兔子小姐迅速向管家 扑去撕咬她 而我则用斧头披向她 没想到的是 管家居然随身携带的工具 她用工具砸兔子小姐 可兔子小姐依然没有松口 我则一斧头将她脖子砍断 仙气也见了我俩一脸 至此 这场阴谋终于结束了 不过兔子小姐 好像除了能说话之外 也没什么变化了 结束后 我们坐到兔子小姐的床上 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之前一个人回家 路上遇到了一个男人 也就是管家 他招呼我说 我妈妈在她家还对我肉吃 我家的情况不是很好 肉这样的食物 对我们寻常人家来说 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吃到 我以为妈妈真的在她家 而且她家还有肉 就跟她走了 但是进去之后 发现她家里根本没我的妈妈 而我也因为吃了 她有问题的肉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她就要把我变成兔子 我不想变成兔子 我想回家 她就一直殴打我 还让我吃好多很苦的药 我蹲下身子抱住她 你知道这个古堡怎么来的吗 她摇摇头 我在失去意识之前 她切断了我的小指 她说我是她最完美的作品 然后我就没意识了 应该是已经死了吧 醒来之后就在这了 你出过这座古堡吗 她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之前来这里之后 我趁她不注意 打开了古堡的大门 但是被她发现后 把我弄晕了 我当时最后的记忆 是听到她说 可恶 只剩下一破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 你在这里见过其他人吗 见过当时 她把我弄晕醒来之后 叫我兔子小姐 后来古堡还来过好多人 他们也叫我兔子小姐 可我明明不是兔子 我是人啊 但是我不能说话 只能发出管家二字 来的那些人没过多久就不见了 我点了点头 兔子小姐在饿的时候没有意识 所以来的那些人 是被兔子小姐吃了 包括兔子小姐 每天晚上吃的东西 应该也是之前残留的人肉 你知道为什么洗澡流出来的水 是红色的吗 她想了想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流红色的水呢 我还是人的时候 我和我的同伴们 都是在半夜 被那个坏人割掉好多皮肤 我含泪抱住她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疑惑的摇了摇头 我就是你呀 就是因为你是我缺少的那一破我 才会来这里 拯救你何尝不是拯救我自己呢 我站起来 拉着她的手 咱们走吧 爸妈还在家等我们呢 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拿着斧子下楼走到大门前 我本来是要把门砸开的 但是她掀我一步 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 门外是耀眼的白光 我们朝白光里走去 孩子醒了 她把缺少的那一破也寻回来了 全闻完